惊心动魄的56天 香港注释本第五部分 穷途末日 5月20日至6月2日 5月26日 严家琪 包尊信在香港一家报纸上 发表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 兼告李鹏书一文 文章污蔑李鹏总理5月20日签署的戒严令 是极为严重的违宪行为 公然煽动推翻依照宪法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 并提出推翻合法政府的策略和步骤 第一步 必须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决定废除戒严令 第二步 近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罢免总理 他们狂妄叫嚣 总理最好自动辞职 这样可以不予追究 否则他们将以鲜血和生命来实现他们的反动政治纲令 由于北京各高校以及外地高校附近工作的干部教师的努力 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明显减少 北京高校的学生绝大部分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 滞留广场的学生主要是外地高校学生 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改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为煽动和组织学生回到天安门广场静坐 北京大学出现署名王丹写的来自广场紧急呼吁的大字报 鉴于促使李鹏下台的目的 以及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远大目标 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一场持久战 但我们不能打消耗战 现在广场上的同学生活比较艰苦 白天烈日暴晒 晚上寒气逼人 很不利于持久 为此我们广大师生呼吁 一 组成四支队伍 每支200人轮流去广场值班 每班两天 这样可以保证队伍的士气旺盛和精力充沛 这支队伍应登记注册 以保证组织严密性 定期按时替换 自愿报名 二 筹备后援力量 尤其是需要帐篷等物资 以后在广场的队伍可不再人多 而必须再精 而且只要旗子不走 声势就可以 腾出地方让更为艰苦的外地学生住进去 我们以个人名义和广场全体同学名义呼吁 请在校同学重视我们的紧急建议 督促 组委会达成以上希望 情况紧急 事不宜迟 时时许 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一张题为地震的造谣大字报 称邓小平 李鹏 王震 薄一波在西山开会 正式罢免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 罪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万里委员长继大过处分 同时被大非法组织筹委会广播站广播说 要争取温和派 不要提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仍要提李鹏下台撤出军队的口号 要宣传发动群众 需要组建一个最高组织 提出行动方案 包尊信 王丹等40余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2楼经济所礼堂 召开非法组织头的会议 形成四条决议 一 要求李鹏下台 二 军队撤离 三 天安门静坐坚持下去 四 组织学生动员工人罢工 下午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陈古英贴出题为 就目前局势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 称 学生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 已发展为全民运动 李鹏应顺从民意 以大举为重 北京多少年来 未实行戒严 台湾是长期实行戒严 后果惨不可言 北京戒严将在台湾人民心目中 造成很深刻的影响 晚 北京大学筹委会广播站 透露了开展下一步斗争的某些打算 称 筹委会要改组 成立东北组 西北组 华东组 华南组 西南组 理由是 一 同学老乡之间联系方便 二 将来撤离时回老家 筹委会要军事化 广播站还宣称 爱国民主运动 已到危急关头 不能倒退 只能进步 一 到全国人民中 做宣传工作 唤起民众 二 到军队中做宣传工作 争取进步力量 促使当前政府 赖以镇压人民的军队消失 三 现在的政府 是一个昏庸 反动 流氓的 政客组成的政府 必须予以清理 四 结束老人政治 让真正有才能 主持正义的人来组成政府 23时20分 北京大学筹委会广播站 播出署名为 全国各族人民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绝食请愿团的 全国各族人民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绝食请愿书 企图在天安门广场 掀起新的大恶浪 请愿书称 我们全国各族人民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自愿组织 绝食团 替代现在广场上 正在绝食的学生 发起人 国家各部委领导 和工作人员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报名地点 天安门广场 人民纪念碑 第二台阶 时间5月27日 28日 人数1至5000人 凭证件 自愿报名 联系人 华夏子 截止时签 根据事态发展而定 请愿内容 1.要求撤离所有部队 2.为这次爱国民主运动 证明是救国 而不是动乱 3.将所有不义之才 上交国库 4.释放所有政治犯 5.要求昏庸无能的 邓小平 李鹏 杨尚昆 罢免职务 欢迎辞职 6.要求保护 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7.要求代表真理的 赵紫阳主持工作 口号 不怕开除党籍 不怕开除公职 不怕砍头坐牢 真理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民族精神永存 民主万岁 各地仍有人挑起事端 上海各种煽动性的 校园演讲活动明显增多 在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大等一些高校 出现各种形式的 集会演讲活动 演讲人 有学生 也有教师 还有校外人员 上海教育学院 政教系一党员教师 在复旦大学 对近700名学生 发表了演讲 称学生运动 要坚持下去 现在是该拿出 勇气的时候了 要进一步唤醒民众 不管任何高压 都要坚持斗争 坚持宣传 直到人大召开 还提出 学生应该到工厂去 到各地去 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自治会 贴出题为 《关于时局的声明》的 《大自报》称 权力斗争结束 李鹏脚跟站稳 煽动学生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将革命进行到底 陕西 西安一些高校的 万余名学生 聚集在新城广场 参加陕西高校 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 成立大会 湖北 武汉地区20所高校的 40余名学生代表 在武汉大学开会 宣布成立 武汉地区高校学生 自治联合会 会上决定 将红山礼堂一带建成 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根据地 江苏 南京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等校 千余名学生 在南京游行 四川 300余名高校学生 在成都火车站 要强行乘车进京 经工作未能成行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近400名学生 在昆明游行 要求解除北京戒严 天津 14座高校的200余名学生 在车站广场静坐 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校 继续开展制止动乱工作 稳定高校局势 吉林省教委 发出关于搞好高校 正常教学秩序的通知 省属院校都已复课 经工作 吉林省高自连宣布解散 江苏各校干部 教师集中做学生复课的动员工作 天津部分高校学生 表示了复课的愿望 吉林 山东 河南等省教育部门 和一些高校的干部 教师接到国务院 关于制止学生 乘车进京的紧急通知后 来京做劝导学生 离京返校工作 已有一些学生离京返校 中文字幕挨设施